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说你家电很恶心 我说那你用手机嘛 你家点电灯嘛 过期都没有 他改变了软配角身份 杂柔中西古今 大胆创新 却拒绝先锋标签 在软的这个先锋里边 可能安到了我 我的身上 可是心里边的民族音乐的感受 和初衷这个价值观 这个是重要的 我在心里边 这些人是凶正 在北京东三环 繁华地带的一个商场内 紧邻着停车场 有一间不起眼的地下室 这里就是著名中软演奏家 冯曼天的工作室 只要没有外出表演 他几乎每天泡在这个小屋 练琴 会友 颇有闹钟取静之位 自新冠疫情以来 他在这里连办了六场 发烧级的线上音乐会 发烧级的直播 在中国还是 在世界上也是 非常罕见 我们算是做了世界的首创吧 父亲五十载 冯曼天钟爱中国传统文人音乐的韵味 将软乐与诗歌唱颂相结合 且弹且吟 创造了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 他们用吉他是来唱歌跳舞的 而我们这个乐器 在古时候是文人修行的 你比方说 我现在做这个音乐会 这个疫情来了 我就想用中国的这种 疗愈的理念 把它找回来给大家 这是软应该有的韵味 这是一个中国乐器 应该有的韵味 没有曲谱 不用灯光 软音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奇妙打击乐 交相呼应 整场音乐会没有排练 类似于一种演奏者之间 演奏者与观者之间的 即兴交流 无法复制 所有大家看到的这些打击乐 都是冯老师的个人收藏 然后我们演出会去很多地方 中国已经跑遍了 然后五大洲基本上也都走过了 只要他听到的好听的声音 他都会收集回来 给他们自由做各种各样的组合 来找到一个他最喜欢的一个状态 音乐都是即兴的 我弹完了以后 我也记不住 陈能兴老师给他一句话就说 这是我建国最奢侈的享受 冯满天出身音乐世家 从小随父亲 一代乐琴大师冯绍仙学习乐琴 15岁进入中央民族乐团 开始弹奏中软 他的青春期和成熟期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 期间也不断修正着他对音乐的认知 1986年 他和唐朝老五 陈进 刘军丽等 组建白天式摇滚乐队 在西方音乐的感染下 黄标猛进 年轻 长发 一生荷尔蒙 最初的激情退去后 冯满天开始思考 中国自己的音乐是什么 乐队解散的原因有很多 也有一些经济原因 比方说Gimli 后来跟他推荐了 老五他就是喜欢麦头 成浸也有自己创造一个公司 叫齐琳彤 我那个时候就想把吉他弹 中国玩 为了探究民族音乐的义云 冯满天把冷落已久的阮 拿了出来 在那个事业低谷 情绪迷茫时期 父亲寄来了一封信 谈到阮 非秦 不是争 这句出自白居易的唐诗 一下子就把他点醒了 阮 相传得名于 竹林七贤之一阮贤 于明清时逐渐失传 冯满天认为当代所使用的中软 并非古软的音色和音量 于是历经17载 耗尽佳财 作废了47把软 终于复原访唐音控中软 飞禽不是争 初吻满作惊 从此他软痴的名号流传开来 我就没想到我能做钱 有现成的我干嘛不谈呢 都不是那个声音 就是因为声音有了误会 一条四仙成本六千人民币 那么作为我都谈不起 我约有工资三成为钱 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执念 除了复原唐卵外 他还尝试给唐卵加电 希望能让这两千年古乐 与现代对话 让更多中国年轻人 爱上自己民族的传统乐器 我也跟人家玩药物乐队 钢琴是电的 电贝斯 我出来没声啊 手指头都弹出过血 对你怎么弹它也不没儿 每次都舍弦 加了电就是和这个时代 发生关系 它的声音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插电的这一部分 质朴的部分 我们已经跑得了 有人说你加电很恶心 不应该加 我说那你用手机吗 你加点电灯吗 过去都没有 冯曼天对明月的推广 没有停留在改造乐器形制上 而是身体力行 把实验作品 直接搬上电视综艺节目 让很多人深深记住了 这件中国人独有的乐器 软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你没有话要给你讲 可是我不敢看成你的 脸庞 花房姑娘 你的眼神相愁似韵 2014年 冯曼天用软弹出其他电音 厚出相思离情 形成了几具贵人风格的 中式摇滚 收获了一批粉丝 中阮新风等标签也分之踏来 此时他却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 有很多公司来找到我 要包装 要什么 对 没有 我就全停了 我什么都没做 我能弹摇滚 我呢 没有 我怕错了 我在找 中国音乐的价值观 这是我的工作室 这是我在全世界收的一些 好玩的生意 你们听 这个 这是一套 馆藏级的编钟 一两年挣的钱都在这 一方小天地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 也涵养着冯曼天对明月的滋滋以求 随后他完成了名为山上山下全国巡演 和一系列实验性的演出 梦恩 读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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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不呼吸 冯满天还致力于推动软乐走向世界 他多次赴海外演出 曾与德国钢琴家尤雅合作一曲天高云淡 获全场请愿至今 乐是中国人的内心 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人种的 对生命对世界的认知 也是这个民族独有的性格 你会对你的自己的美会很坚定 你知道这个美是什么承载着什么 我要做这个电箱两用的汤软 插完电还能出软声 就是很多插完电都出的是急的声 因为效果器 因为插电的系统 对 都是给吉他设计 就怎么能找到原声的效果器 也和它 适合它那个品点 在什么样的位置 听起来又很松弛 又很有张力 就挺难 挺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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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